后期的那个造成的哈 就比如说你干农活啊 爱干农活了 然后平时干农活干多了的 可能身体被种的东西啊被压着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这个原因是很大 但是他有的基因他也那样呀 但有的人他也说那样 就是呃 我看有的人就是爸妈矮的呢 也有小孩他是长得高的 爸妈高的也有小孩 他是矮的也有这样子的呀 很少吧 你怎么不去学 我不会学呀 现在的话也没有时间去学 一定要吃早餐 否则会伤未必 我爸妈爸妈 爸妈高的那孩子很少很少 基本上有基本上不会有矮的哈 真的要么就是基因突变是吧 反正但是真的呃 特别是爸妈两个人矮的那种呢 他确实他们的小孩真的很矮 正常啊这些 那基因基因的影响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后你说的你一天只吃一顿 那是那是不行的哈 以后你是要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主要是怕你以后得胃病啊 得胃病很难治的是吧 得胃病也没有什么好的药 只要慢慢自己自己养 与其你后面还不如后面一样 还不如现在自己自己那个自己控制饮食是吧 呃不是控制饮食是好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饮食 那边学车多久拿到驾照我不知道哎呃四川这边的话 一本上都是40天左右哈 快的话就是快的303030天 你学了多好想开车就开车 学了我也陈宇哥就是让我去去学车 但是我都没有去 学车其实 就是未必都是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一分养三分之就要看个人吧是吧 对呀 卫兵都是靠养的 你说你拿药汁的话 也不也不是那个的 也不能要啊 就是也不能一下好 而且也不能一下 药道病除得慢慢养 男还是母亲女还是爸爸 四川成都四川成都哈 有没有四川的呀 应该应该比较少吧 是吧 你们这些好 你们好多人都是没有给我加入粉丝团的呀 你们可以花个一毛钱加入阿姨的粉丝团吗 那个和陈彩和马正宁 你们两个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了 你遂宁的四川遂宁吗 四川遂宁 是啊 遂宁是在四川很近 那个那个图画图画哈 遂宁叫序林 他们都这样说的 序林 谢谢 谢谢送的粉丝灯牌 对还是说一下 还是有很有效果吗 是不是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和陈彩跟那个 就是还有这马正宁 他们两个是可以给我加入一个粉丝灯牌的 你你现在你现在都可以 哈喽 莫姑你怎么来了 这帅哥还没走吗 没走啊 哈哈哈 来坐吧坐吧来 找个凳子给他做 你们在开直播吗 对 怎么加是不是 就是我上面那里要有一个就是黄色的哈 上面自己那个那个黄色的有个五角星的哈 然后呢可以点点开那个点进去 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就可以了哈 对很多人都这都说去年 那个那个上面不是有个那个那个那个黄色的东西吗 五角星那个你点一下就是了 对我上面那个那个五角星哈 然后呢可以给他加入一下粉丝灯牌 从不走路 我现在呢我就是我那个木瓜他来了 我我我今天 怎么那个 五二哥你认识啊 就听一个声音你就听出来我旁边就是我那个木 骨我那个小姨来了 这不说 很甜啊 谢谢 不是给美女他他那个凳子吗 你拿到哪去阿姨 你这点好酸啊 这个木瓜你家里没什么事吧 没有 我看你今天 从从忙忙从我家跑掉 我以为是怎么了 你们先去房门下去 我以为是什么回事 没有 所以你就过来看了是不是 也不是 我被我的房东赶走了 什么房东 就是我一个朋友他 帮我租了个房子在那边 你不是你不是住这边的吗 那个我住在我这这边上面是这上面是我妈妈他们家 我那个朋友给我租了个房子 然后今天被房东赶走了 然后 这在路边坐了一会儿心情不太好 然后好像就过来找找安音玩一下 那你晚上给我睡吧 还给我我睡上来的 对我那你坐呗你坐呗 我可能只能偷看一下安音了 哈哈哈哈 偷看安音 我这个木瓜我这个姨 他住了个房子然后呢 别房东赶了 他现在睡了 他现在 我睡了 有脚不睡了 他为什么要干你 你干嘛 他为什么要干你啊 你给钱了吗 给了呀 他我们住了一年房子就是凡哥给的钱 那给了钱他干嘛还要赶你们呀 那这是什么道理啊 给了钱还赶人 他说他有事情 他说 他说好像是他的儿子结婚还是干什么的 怎么办都了 他儿子结婚 那他不是应该之前就跟你们说好了呀 不然你们把钱也给了呀 什么他儿子结婚就把就把房子收回去 还有这种动力吗 他说回来拜酒席还是怎么回事 但之前也没有提前说我今天 我今天过去我说我在这边吃了饭 我说过去 过去一下 然后我想说住在那边去收 收一下衣服 因为我洗了衣服酿着 然后他他们家就有很多人 然后他说我不能住在那边 你坐这边坐着慢慢坐着慢慢聊吧 那你那这样那你 那去找他呀 那你这种情况我们一起去找他呀 他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道理啊是吧 嗯 怎么找嘛他家里又有很多人人家 孩子又结婚 啊 我十五年年都完了 那这样不行我们去找他了 不用了吧 去也不好说家里人家家里就这么多人在 对不对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他也不应该这样子呀 本来你就交了钱 你交了你的你不怕呀是吧 对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他去吧 他怎么可以这样半夜把你赶出来呢 你一个人在那边都危险啊 这个房东他这安理是什么心呀 哎呀 但是也不好 我们去找他 他家里有很多客人 现在 我跟凡哥就是从 从那边呢 凡哥非得要去找人家理乐 然后他过去又是有很多人在 凡哥还是没去 不行我们人多也要去他们人多我们也要去他人都也不影响 他不占你呀 对啊他这样怎么可以呢 那意思是你今晚上没地方睡了 哈哈哈哈 哎呀 也不是我回来去我妈妈家就好了呀 没事你跟安音这睡吧 安音这不是有客房 挺多的吗 而且你们两个女生也可以睡一间房呀 是吧 对那个房子就是凡哥给他租的 但是他现在是被房子给赶出来了 房子 我们他房子给我租了一年 不行这个房子不行 凭什么他儿子结婚 他应该要提前说呀 他现在这样子的话呢 他 他搞的什么呀 这样不行 我们也去真的去找他吧 他这样不行的 他要不然应该提前说好呀 是人家家里都已经那个都已经有很多客人了 那些人家家里都已经有很多客人了 那些人家家里都已经有很多客人了 我妈家 说要你过去吃了你过去吃了吗 那真的是 我说那我们一起去找那个就是房东 他说了他说房东家里面 他说办酒食 然后儿子结婚 他说现在他说人比较多 我们现在开直播 你还要坐着呀 哎呀 不能 坐呗坐呗 没事的 晚上晚上他给我一起睡就好了 坐着跟大家聊聊天 阿姨心情不好的时候 晚上我让他给我睡就好了 哎你让你你让你那个姨坐着呗 姨子有板子你可以坐呀 没事 我真的是很烦 没事儿坐着大家聊聊天 聊聊天心情就好了 心情就不行 我们现在马上去找那个房东吧 真的是 陈一哥我们一起去找那个房东 明天去找也可以吧 这房子太气人了 现在去的话人家怕是睡了吧 说的不对 人家家里面有很多很多客人 他们说现在有很多客人 因为他们半九十 你看你们这我们这么去更不好吧 是不是 对吧 陈一哥他要回去 他他不是我天真都要回去的话 你们不要乱讲 陈一哥他他去找也没用吗 用你看人家现在他说的是 也没有提前跟我说 房子是我们租了的 但也提前也提前也没有说 我过去的时候就好多人 然后房东就让我先回去 他不能住在那边 这什么房东啊 怎么这么真的是真的是无理取闹 他我就说是 他就算是来办个九十 或者干嘛的话 那让他退钱 也就是提前说一下 是不是 让他退钱吧 让他退钱 各位各位姐说啥 因为你们说像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弄啊 你说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弄 你们说一下 像我莫过就是 我姨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弄啊 你说现在的话呢 他们呢回来半九十 然后呢 直接就是把我小姨给赶出来了 你说像这种情况 我姨呢 他又不是没有交房租 房租也是交了 而且合约呢 也是签的是一年 知道吗 陈一今晚要睡草地了 啊 干什么 那我我我一会再回 我妈妈那边去就行了 那我再上上去 上我妈妈家去睡就好了 如果那个那个就是阿音的朋友要住在这边的话 那我就回去 我就不在这边了 没有 他们开玩笑的 他住在这边也没事 你给我睡在一扇床啊 我他住在我们客房啊 他睡我们客房呀 我在我 你这话说的 我多久在这睡过一样 哈哈 你不是每天晚上看完直播 就让我快回去了 快回去了 什么什么吗 哈哈哈 去找他 是不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我的意思也是说去找他去 我也是这样想的 是不是你疼人的吗 我应该去不好 你养了不不 你一心地去 去找他 保护他 我永远不不 我永远不不 你生日和他 我永远不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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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不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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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房间 我们总不能人家现在家里的一大堆人在那里办酒席 然后我们就 我就在那去去跟房东去呃 去辩去跟房东去闹 然后最终也没有去解决问题是不是 我是还是等他等他孩子就办完办完酒席了再说吧 那他办几天他跟你说了没有 嗯没有 办几天他也没跟你说没有 然后他就说他就说不能睡在那边 那你让他他把钱退给你呗 然后把他这几天哈 他假如他不让你退那他给你安排个住处是吧 要不让他给你安排个酒店让你住着 肯定是他房子就是房子费也交了押金也交了的 结果是全部全部房租费全部都交了 你们家客房有空我家我家有客房啊 而且他也可以跟我一起睡在我的床找他退房租的 找他退房租的话你现在去找他退他肯定也不退给你 完了又在那闹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是我还我还是得租啊对不对 对啊关键是他没有早点讲 在房东真的真的我觉得他太那个了 但是早点说人家好安排是吧 他突然临时跟他说让人家现在晚上大晚上把人家撵出来一个女孩子 真的让他全退吗 但是我都住过住过住过一段时间了叫他全退肯定是不可能的 没事的你现在话你就今天晚上你就跟在我这里跟我住 然后我们明天就再去找他他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呀 本来就是你如果说是呃就是他不住的话那肯定是要提前跟你说 然后呢就是把钱退给你 然后呢再让你自己去有时间去找房子 怎么可以他说就直接这样子他就说 让你就是说他回来半九十就直接把你赶出来了 他这样就是不对的 对我们明天就去找他吧 是吧对这就是我那个小姨哈就是我那个木骨 对今天呢今天呢不找了今天的话呢现在都这个点了是不是 对明天明天肯定是要去找他们的 他看上小女哥了哎哟哥叫他们你们怎么 他给我妈妈是一个家族的哈 然后呢我妈妈说按备费的话呢 他是我小姨我叫他木骨他就是一个对小姨的称呼哈 对就是不讲你 咱们你们认为我们要不要去我要不要去找房东退钱 觉得可以那我还是我还要租 到时候真怕去别的地方又又租不到 咋吧又不好租 那他应该合理的把你这几天安排了 他提前跟你说要是啊就说哎呀 我要这几天要办酒席 然后给你 呃搞个酒店让你住几天 或者是呃给你安排一个其他住处让你住几天 那都是可以的这些都是可以好玩讲的呀 但是他什么都没有 然后让把你赶出来 那就是他他就是不讲道理啊 那这种必须要找他是吧 加盟那就是安音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 那我我们要我要找他吗 找他的话 是找他退钱呢 还是找他干什么吗 找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你们觉得找他的 你们认为明天要去找房东的 你们你们你们扣一下 一你们觉得不能找就这样就过去就算了的话 我们扣个二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到底是要不要去找 去找 真的这个你要去找是不是太吃人了是不是 你们觉得是不是太吃人了 你说是就是说是就是白天那些人还还好 是不是 现在是大半夜了都这个点了是不是 还把人给赶出来了 这个房东真的是 太不是东西了 他就跟我说不能不能睡在那边 你想想一个女孩子到晚上不能还还把人赶出来 全部都是抠一的 那我们要去找他的话是找找房东的话要说什么 是要说什么是要去退钱呢 还是还是干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房东不行 我们明天肯定要去找房东的 这样子肯定是不行的哈 对 对房租的话呢他房东他应该要提前说了 但是他现在是没有说 他直接就把人给赶出了 那你吗 我不是我要住 我要住在我要住在那边的呀 对不对 里面现在都还有我的床单被套 我有一些衣服啊啥的都在那边 而且凡个还给我买了一个冰箱也在那边 那万一万一哈后面你那些东西掉了 东西掉了那怎么搞 我也没有 你给你小一腾个位置呗 你看你小一腾 我也没有说那些 我也没有跟房东说那些没事的 这个房东真的是太气人了 里面还没有就是给阿姨点关注的 给阿姨点点关注 然后呢还没有加入我粉丝团的呢 就加给花个一毛钱哈 然后给我加入一下粉丝团 还把下面的站在给我票一下啊 阿姨是阿姨的亲人吗 咱们是这样子的哈 我以前也不知就是不认识阿姨 然后阿姨是在他就是外婆这边长大的 然后上次就是我 你就是我奶奶我他奶奶去世了 然后阿姨的妈妈有过来 然后阿姨妈妈说 我跟他我跟他的妈妈是 就是同一个家族的姐妹 就他妈妈跟我是一个姓的 我们这边就比较讲究家族这个东西 然后他妈妈跟我是一个姓的 完了以后呢就是呃 他说我们是呃家族里面的就是呃 辈分是一样的 我跟他妈妈是姐妹 然后这样子的话 他应该管我叫姨 然后我们这边姨的话 什么摸女摸过 妈子这样子的 姨都是可以这样称呼的 说了多久 我做了多久 还有多少钱就叫他退给你 可以可以这样子吗 那这样那这样的话 那你这几天这白白被他撵出来 那不是那个了吗 他这个人你应该有合同的话 你可以拿合同去告他真的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退钱 他要是他要是房东真的太气人了 他应该要是提前通知你 然后给你安排 后面几天给你他要办几天就给你安排几天 给你安排的 妥妥当当的那就是他没问题 哦意思就是他他如果有用房子的话 他要把我去安排清楚是吧 对啊他肯定要么给你安排酒店 要么给你安排其他的住宿啊 不可能就这样把你撵出来 那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合同 有合同的有合同的是凡个租的 然后凡个给房租是有合同的 但是合同上面写的什么不知道我不知道 山下的话报警也没用是不是 但是他也不应该这样不讲理呀 可是人家让我不能住在不能住了 让我走的话他那边现在有这么多客人 我也总不好直接赖在那吧 对不对 是吧 对吧家吗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他现在那边就是他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客人 对吧 然后 房东让我不能住在那里让我滚蛋 然后我总不能去跟房东在那闹吧 是不是 对吧 你们觉得我说对不对 我是不是不应该去 去去房东那去一直在那闹那闹 那么多人成什么样是不是 你们觉得对不对 那我就只好走人了呀 那你太善良了真的 这种情况他都不给你那个你这样闹那又有什么 真的 我觉得那房东既然他们那么那么不给面子 确实不能闹对不对 我觉得是不能闹的 凡个非得还凡个非得还说他要过去理论 怎么理论吗 怎么去理论吗 到底这家里面家里面有那么多人 我们在那里去理论的话 就感觉我们也很很不讲理 就感觉我们也一面子也不给就是房东留 然后就感觉我们我就跟波妇一样 感觉哦 凡个就没有一点点格局 是不是 这样吗 我觉得 你说的那个对明天肯定是要去找那个房东 给他说的 让他给个说法的 是不是 你你如果说是他提前说的话呢 肯定是我们也是讲道理的 是不是他现在这样没有提前直接哄 那就是不一样 那明天去的话 明天房房东的 房东肯定家里还是有很多客人 他过来半九十的话 肯定这两天都是肯定会有人的 那么多人怎么闹吗 对不对 家门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认为就是阿姨的 我是阿姨的 你们认为我说的对的 你们在公平打个对 人家半九十 人家孩子结婚 人家肯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个人 我们这么去闹 我还是觉得多少还是觉得不好 我觉得等他孩子结完婚再 再去看一下对不对 哥姐摔摩再去问一下情况 对他可以先给我注册的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 你们你们觉得我说的对的 你们扣个对我看一下 真的是好那个 等他过完九十是不是 对等过两天 哥姐说你们认为对的 你们都扣个对 我看一下多少人 多少人认为对 那么大家都说对 那么我们就不去了 我觉得明天也不要 找他 是不是 你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是 就是办完他办完了九十过后 再去是不是 明天去的话 我一个他刚刚不是说了吗 就是说的是 因为半九十的话呢 人比较多 他害怕就是 不不不那个 签的是一年了 签了一年 何总没有上 没有满就该 可是人家现在家里在谈事情 办事情 办事情的话 人家家里有很多人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子去闹的话 感觉很那个傻 很不像话 让别人让别人看着好像成什么一样 而且而且房东的话也是我们一个村的 对不对 然后村里面大家都是你来我往 我不说全部都认识嘛 反正有一少部分都是认识的 对不对 忌讳是吧 哦 人家结婚会忌讳这个闹是不是 那就更不能去了 那不去的话 那我们就等到他 他们说结婚忌讳这个东西 那等他办完九十我们再去呗 还是要追的吗 等到办完九十去对吧 是吧 对呀 那肯定要找他呀 不然你东西什么都在那里 他现在这样把你直接轰穿 那肯定 哥姐说 你们直播间现在大多数都 呃 就是应该大多数都是先 我我的天啊 几千个人 你们是不是觉得就是大多数人都 呃 都是都是那个 大多数都是汉族朋友对不对 少数民族很少 是啊 就是汉族朋友的话结婚的话 嗯 我办喜事的话有人去闹 这样子是 忌讳的 不能这样子是不是哥姐帅吗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忌讳 人家办喜事不能去闹是不是 是的 你们勾个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天也不能去了 那那我们明天就不去呗 看他什么时候就是看一下 他们说到底是不是 结婚去闹是很容易 对是还要被打吗 是 你们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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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们就是